璀璨燈火點亮西伯利亞夜空 俄羅斯一年一度的冰雕節 在西伯利亞大城托穆斯克登場 今年吸引十六組隊伍 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 這次的工具 是從年來漸漸 我不知道什麼是 可能性 技術 藝術 希望 但是俄羅斯的冰雕節 邁入第七屆的冰雕節 今年主題為民俗藝術級無形遺產 參賽隊伍大量運用俄羅斯傳統的 神話傳說與童話故事 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並希望努力付出能夠報回大獎 參賽隊伍在零下25度的低溫中 合力完成冰雕作品 有人從早到晚不休息 甚至還有人一直雕刻到半夜 飛馬擺動曼妙舞姿 冰塊竟能捕捉燦爛笑容與柔美線條 今年的大賽冠軍 由作品天馬奪下獎盃 並贏得10萬俄羅斯盧布的獎金 約和台幣3.8萬元 比薩第二名今年由作品 大黃蜂和自駕烤爐車評分秋色 主辦單位希望16座參賽作品 能夠保留到春天 讓更多人有機會欣賞到 俄羅斯的童話冰雕與傳統文化 來 新聞我這邊 第五位 有請